大概你卖的这个叫什么这个 羊肉舵 哦 羊肉舵是吧 这是羊肉的 对 这在地方名词 老头头来了 这一个舵的人有多重啊 四十斤左右 四十斤一个舵的 你看 手工做的 住着羊肉把油取经 压作成功的 这个里面好像没什么肥肉啊 比如全部拿进了 把油拿进 不做比如认都不吃这个肥肉 哦 不要肥了是吧 对对 大哥你这刀工啊 没有几十年的功夫 肯定不行 那是 我干都三十多年了 现在我还 我说我也干 我母亲 我现在都是三代了 往以后我儿子就干这个 再传下去 对再传下去 到你这已经第三代了是吧 对对对 那您现在这个羊肉舵的卖多少钱 现在母亲是买七十五一斤 最后就是 看来看来都给吃了 那么不 哦很薄啊 对 跟纸一样 很薄了 对 厉害厉害这个 超前有名 妈是羊肉舵 我在这都吃了五十年了 我今天七十多了 我早就吃了羊肉舵 这羊肉舵有名 他这个上纸 原来在这家里 啊 超前有名 你命吃啊 您吃他家这个羊肉舵吃了五十年了 嗯 哎哟 让人一开始这么买 你可以一唱一唱 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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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点味道好 嗯 大哥像这个一天 攒这个羊肉舵的人卖多少呢 不一定这个 平原来就是两三个舵 你这一个舵的华四十斤 对 那一天也卖一百多斤 百十斤 过年过年从又是卖三八斤 又是又上完了 又是之前这个不一定 拆多少你看这个 嗯 嗯 咱俩吃你吃完什么样子吧 吃完什么样子 好嘞 来了 好嘞 好嘞 这边我看到好像还有那个包装好的是吧 有这个真空包装好的 有 方便客人携带了 这个他吃了回去就要切一块一块了 哦 这个就是好像都是切好的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 这个是高温沙井的 大哥他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咦 味道很好 味道很好哈 香乎的 香是吧 嗯 香乎的烂烂烂烂烂烂 买的就十二年了嘛 十几年了 哦 老顾客了 嗯 对 你这个刀好像也是定制的 哎对 黑加果然这个刀 嗯 非常锋利了的刀 大哥那你帮我们撑五十块钱好吧 好嘞 大家看一下这个 切的很薄很薄跟纸一样 他这个羊肉朵的吃到嘴里面特别香 就是明显来吃出那种乳香的感觉 咸咸的 他这上面呢没有一点点的肥肉 哎 他这个切的比较薄啊 所以说你看感觉是一大份这么多 这绝对是个下酒的好菜 好吃